其实在1979年第一批苏联坦克进入阿富汗之前 阿富汗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反对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徒运动了 起初他们还是一些处于城市的知识分子、大学生、教授什么的 对农村的影响力有限 但是就是因为苏联开始镇压 这些人开始就跟农村的一些部落领导、神职人员就结成了联盟 再加上冷战 结果不同的派系就成了美方、巴基斯坦、沙特、苏联 各种的在阿富汗的代言人了 苏联扶持着那个亲苏的这个共产主义阿富汗这个政府啊 是一波 然后呢中清局啊什么另外的那些国家的各种的这个情报机构啊 都在给自己的代言人这些圣战者提供高达数百万美元的捐助 另外呢就是一箱一箱的这些武器装备 再加上啊这个当时苏联这个扶持的这个政府啊 也推行苏联那一套就是土地改革 杀了无数的这个地主和部落首领 这一下呢就把阿富汗啊比较传统的那种等级制度给打破了 背景最后呢就是让更激进更卑微的那些年轻人呢 又借着这个资金和武器啊 形成了一股新的这个战斗精英吧 应该说就是其实就是军阀 嗯你比如说那个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羊 他其实过去就是一个学校的开门的 哎他就是这么起来的 嗯在这个阿富汗的整个历史上啊 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每一个山谷大概就有一个自己的军阀 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军阀的盘踞地 反正就是各自为战 这场战争啊确实彻底的改变了阿富汗农村文化的一个核心了 随着这个阿富汗的学校被摧毁呢 数百万的男孩就转到了 只能够在这个巴基斯坦那种宗教学校里边接受教育了 在那儿呢他们就被灌输的都是那种极端的 充满着暴力的伊斯兰教的版本的教科书 当时啊也是为了这个推动这个冷战吧 华盛顿那边普遍的就是要让俄国人尽量的流血 那这样的话呢难民营里边啊你能看到的那个美国资助的有很多的教科书 那插图里边都是一些什么手拿着卡拉什尼科夫那个冲锋枪 什么剑 另外呢就是各种炸翻了的那个坦克的那些插图 这就是教孩子的 另外还有一个版本呢就直接的宣称就是圣战是穆斯林以真主的名义 为解放穆斯林来进行的一场战争 那么如果异教徒入侵了 圣战就是我们每个穆斯林人的义务 而这本教科书居然是美国出资的 是教波斯语的 这教科书就是这么写的 这就是沙特了 沙特前些日子前几年也是这个扩张的不得了 到处开的那种学校啊 就是不用你出钱 我出老师 到处给人讲课 说是教这个波斯语啊 其实各种的都有 尤其是宗教的渗透 在咱们这也不少 后来大概也是咱醒过门来了 那时候在台湾也有 那时候大学里边有很多的 他的这个资助的都在那教课 对这个殉道者的这个崇拜 还有对圣战的推崇啊 也将这个音乐和电视都视为了这个罪恶嘛 那些曾经在这个呃 什么狂热分子啊 那些少数的那种讲坛里边才能听到的话 现在你在全国范围内 任何一个抵抗组织里边都会用那个词 全都是这些圣战啊 圣战啊这些的 而美国支持的这个圣战者呀 嗯就把这些什么支持 这个共产党的政府的人 只要是你那的 甚至啊 你比如说 他让你表态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你拒绝选边站都不行 通通的被打成异教徒 贴上一个叛徒的标签 直接就给你处死 这时候呢就有针对着 比如教授啊公务员呢 发动着各种各样的暗杀行动 比如还有轰炸这个电影院呢 绑架什么那个国际人道主义的 这个援助的这些工作者呀 什么都干 破坏这个基础设施啦 把这学校啊诊所都给炸了 因为当时大家都把注意力 注意到了苏联这个大规模的轰炸 这些行为呀 军事行动去了啊 所以呢 当时的这些小的 但是呢 确实是一连串的这些恐怖行为啊 并没有受到国际和这个大家的注意 可是呢 以后的就是将来 种种种种发生 都跟这个息息相关 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是八九年撤离的嘛 留下了一个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个国家 名义上呢 这时候的这个这个政府啊 还是摇摇欲坠 但是还在 而这个军阀呢 他控制的那个农村 就跟那个美国撤走的时候啊 只管着这个城市 农村都是人塔利班的了 就是 这么一个局面 这个在这个苏联啊 撤走三年内吧 还行 就是 中清局呢 当然还是不断的给那些圣战者啊 提供武器资金什么的 就是想呢 让他们别跟那个苏联的那个政府啊 有任何的和平协议 而这个只要这个苏联这棵大树不倒啊 其实这个政府还真的能够抵御住这个各种攻击的 可是呢 这个91年苏联就解体了 华盛顿跟这个 莫斯科啊 一致都同意 说咱们把这个 给这个代理人的这些援助啊 咱都断了 也别打了 谁也打不起了 几个月内啊 这个阿富汗 就这个政府 就直接就崩溃了 那谁来填补 这个政府的真空呢 谁来管理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92年的时候啊 海拉 四月份 海拉的一个邻居啊 就突然敲他的门 着急的啊 慌得不行 说姐姐 你有投金吗 听说圣战者就要攻进来了 卡拉这时候啊 已经很少再带那个伊斯兰教的投金了 但是他知道 哎呦 那必须赶紧得找 找到一些什么东西啊 能盖在自己脑袋上 因为这个圣战者的这个 恶名声啊 早就传过来了 好不容易在衣柜里边翻找出来两块大的破布 他给了邻居一块 完了给自己留一块 把头给包起来 然后呢 就心事重重的静静的坐在家里边等待着 虽然多年来啊 喀布尔偶尔呢 也会有一些什么暗杀呀 恐怖袭击什么的 但是圣战者从没有公开的踏足过喀布尔 随着这个政府的崩溃啊 喀布尔这时候军民呢 就开始烧那些过去的政府颁发给他们的那些身份证啊 各种证件啊 反正就是一切与以前那个政权有明显关系的东西文件通通的都烧掉 丈夫这个穆斯啊和海拉这时候就手拉手跑到这个街道上 这时候街道上啊一个人都没有 商店全都关了门了 风冲着啊就传过来远处啊 有嘈杂的那种呐喊的声音 就他们俩呢就望那个嘈杂的声啊 那个方向就走过去了 走到这个喀布尔的一个主要街道那儿呢 他们就停下来了 这时候呢就那边啊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大 好多人呢这时候呢就跑到自家的露台啊 阳台上就在那看 海拉呢就看见一群男人朝着他这边走过来了 都戴着什么呀 就是那个 Pakos Pakos就这种帽子 就是有点像那个贝脸毛那种毛皮的那种平底的那种皮帽 完了呢身子都穿的那种绿色夹克 每个人呢都拿着武器 还有几个人呢拉着一门门的那个火炮 也这时候啊这个海拉终于听清楚了这帮人喊的是什么了 整个街道啊都回荡的就是珍珠伟大 看到街上啊有那么几辆这个政府的这个车 这帮人就直接过去把这个政府的车就给点着了 烟雾弥漫啊 完了就听着这帮人呢一起又开始在那欢呼啊哇哇的就是那个珍珠伟大什么的啊 然后这个这帮人又冲向了政府的那个配给中心 把这配给中心也给烧了 海拉就这时候看了看她的老公 两个人面面相聚 一个新的秩序 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啊海拉就从家里边能够看到这个东边那生起太阳的那边的地平线上 生起的烟珠 那是她上学的地方 那是圣战者们正在洗劫喀布尔大学的图书馆 在那焚烧书籍 他们呢还把这个数以千计的这个酒瓶子啊 从那些那个商店里边也都搜了出来 堆在一起 然后用那个坦克啊 把这个酒瓶子都给碾碎了 同时呢就直接禁止了电视台继续由女播音员出现 最高的法院呢这时候呢也宣布要求政府啊 把这个女性的雇员都给赶出工作档位 赶出学校 而且呢这个法令上明确有一句话 就是学校是妓院和通奸的中心 喀布尔啊这还算好的 喀布尔城市外边那些地区 那那些圣战者就更暴虐了 在这个西北部啊这个有一个叫法里亚布省的 他当地就有一个指挥官啊直接就下令 允许强奸任何一个12岁以上的未婚女孩 在西部城市呢赫拉特 当局呢是不许再有什么音乐啊什么的啊 甚至是你民间的那些情歌都不行 都被列为非法了 这些人呢是圣战者 但是他们啊不是塔利班你知道吗 这些圣战者很多人居然后来在2001年 美国扶持的那个政府里边 再一次出现了管理的这个国家 妇女啊这时候真的就是没有特殊必要的话啊 绝对绝对是不敢再出门了 出门呢也得把自己完全的遮盖起来 不能够有任何的什么能够引起人注意的衣服啊 装饰物啊你不能使香水啊 甚至你佩戴的珠宝啊不能够发出声音来 你也不能够在人心道中间自己走 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不能够在公共场合大声的说话或者是大笑 而且呢必须是经过你的丈夫同意 你才能够离开家 这些对海拉来说不算是什么 但是他最难受的是他教书的那个学校 也被强制关闭了 他呢就一直的不放心 特别想啊看看他那个学校怎么样了 有一天呢他就冒险就开始往学校走 结果在学校的路上啊他发现 这排水沟里啊有一个深色的一个大塑料袋 发着那种恶臭 他确实有一种那个不安的感觉啊 但是呢好奇他还是忍不住扒了开了那个塑料袋 吓了他一跳那是一具尸体 看了看四周啊街上一片的寂静一个车辆都没有 所有的那个建筑物啊全都上锁了 商店也都关了门了 远处啊还能够听到嘻嘻嘻嘻嘻的那个枪声 吓得他啊以最快的速度转身就跑回家去了 学校也没去成 阿富汗内战呢这就算是开始了 为了争夺权力啊军阀们就开始互相的攻击了 呃现在打进这个喀布尔啊到这个海拉他们这城市的 是这个叫伊斯兰协会的 这是一个谁呢是一个叫这个拉巴尼的 拉巴尼这个一个是就一个教授啊领导的这么一个组织 而他的这个组织里边啊就有一个最著名的那个大军阀 就是马苏德当时本来啊是为了这个平衡各派嘛 其实大家都商量好了一个都当这个轮值主席的这么一个制度 就是说呢轮流到咱们呢那什么结果没想到的这拉巴尼啊 任期结束了拒绝放弃权力 哎这上来了我就不想下去了 于是呢这么一个敌对的就跟他对着干的伊斯兰党就从郊区的一个营地开始 向这个城市开始攻击了发射火箭 他的这个伊斯兰党啊呃他的这个领导人呢是就那个呃叫这个叫什么西克马蒂亚尔 这个人啊就是以前是中清局的这个宠儿 但是呢非常的冷酷无情 哎就这家伙 其他的派别啊也因为这个互相争夺潜力啊 一会儿我跟你联盟吧一会儿咱俩又闹掰了吧 我跟另外一个人联盟了吧 总之啊就这个所有的派啊就这个立场啊 你你不知道今天他跟你是这个朋友还是敌人 说永远说不清 永远这个人的立场在转换在变化 内战呢就等于一直从92年一直打到96年 羊就是我们前面说那个羊穆罕默德 就是其中一个在这里打的 也是经过不断的这打打打啊 给自己争了那么一小块领地来 而且呢就是呃 不断的为了再扩充自己的小领地打起来 一直打的没完没了 但是呢其实应该说大部分的阿富汗人是被迫参与进去的 你比如我们前面说那个凯布尔 就是那个连那个鞋都没有那凯布尔 凯布尔啊以前是在首都南边的一个平民区长大的 那个地方啊就是全都是土路 连那个摆油路都没有 电视线和那个亮衣神啊 就是在那个道上就这么纵横交错的 他整天就是赤字脚在这街上斗殴长大的 表亲那也是多的数不胜数 喀布尔啊就是这个街上后来打出来的一个混什么王 从他济世起啊呃工作就根本就长着 就他父亲都没有过一次稳定的工作 他呢也一直呢想接个婚什么的 然后定居下来 或者呢他想着我就在哪个难民营里边 慢慢变老也行 现在他就是一个头脑稍微有点灵活的 那么一个小混混 瘦瘦小小的 完了呢就是做个恶作剧吧 完了靠捡破烂 为生的 后来呢他又陷入到了毒品交易 于是呢就在监狱里边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其实呢他的内心里边是特别的想过个 跟他那俩哥哥那样的生活的 他们那俩哥才是家族的骄傲 这俩哥呢是在这个共产党这个政府下啊 做警察的 可是这个内战一打响呢 政府也垮了 这俩哥哥也拿不着工资了 全家人天天的就是呆坐在屋子里边 听听收音机 完了呢就期待着什么时候政府能够恢复正常 晚上呢他们就会爬到这个家里的那屋顶上啊 在这个温暖的这个夏天嘛 这个空气中把这个身子一躺 就开始在这昏睡 但是经常还会被这个各种的啊 抓啊啊 逃跑啊这种噩梦给惊醒 几个星期以来呀 这个开棍啊 一直想着他怎么能够去伊朗 因为呀听周围朋友都说呀 去那儿的朋友都在那儿找着工作了 而且呀在那儿还能找到自己的姑娘 问题是钱呀 他没钱 这个伊朗人呢 已经不向任何阿富汗人发放签证了 所以呢你要去伊朗 只能够通过人贩子把你给偷渡过去 呃据说在那边啊 有个班加西尔 这么一个这个山谷哪儿 宝石遍地 甚至啊这宝石就漏在地面上 你捡就行了 而这个啊你只要是能装得下 你装完 你绝对装不完 你根本就带不了那么多 多的你就是你浑身上下啊 你都兜满了 都不行装不完 而这个山谷呢 传说就是圣战者的地盘了 圣战者啊终于来到他们面前了 一天早上呢 这个圣战者的这个民兵 就开始挨家挨户的 开始敲门 命令所有人啊都出来接受检查 他们搜走了开股 他们啊特别真爱的所有东西 什么珠宝啊绣花的垫子了 还有女孩子们 扫荡的那叫一个彻底干干净净 三公 当地人啊就把这些人称为 Galandjam Galandjam就是什么啊 就是地毯收集者 就是意思啊这帮人洗劫你的时候啊 什么都不会留下 甚至啊连你做的那个地毯都不给你留下 这帮人呢就把守着村子的每个街角 开股他们再也不敢睡房底了 突然有一天呢就他呢就跟一帮人啊村子里人就成结伙啊 准备出去啊到市集里边去买零件 摩托车嘛那时候 所以那什么去去去买零件去 于是呢就约好了一帮子人一块出村子 走到这个一条小巷子啊 结果突然就有一个人拿着一把手枪就挡在了他们的去路 这个人呢一看呢就是脸通红通红 完了呢酒气冲天的 完了就喊说你们要去哪啊 这一看就是那种 Galandjam那种民兵 就是扫光 扫荡 另外的一些那个持枪的枪手啊 就站在那个巷子远一点的地方 就那么插着腰看着 完了呢这个这群里边呢 有一个岁数比较大的一个老老者呢 就说我们呢只是出去散散步 哎我们这拨人啊 不属于任何的战争一方 跟哪一拨都没关系 结果呢这个枪手啊就站在那瞪着眼睛 然后呢目光就落在了后边跟着的那一群 穿着罩袍的妇女身上 然后就开始喊 都给我趴下 结果所有人赶紧都趴下 不敢出声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武器啊 拿枪一直对着人 走到这个趴在地上的这个妇女身边呢 抓起了其中一个 这女的就开始不停的尖叫 不停的挣扎 结果呢他就拿枪比着这女的说 你再不闭嘴我现在就直接杀了你 然后就把这个女的拖进了路边 有一个特别巨大的那个集装箱里边 开波啊 这时候就把脸就贴在那个马路的那个沥青的面上 所有的周围一切啊 那么的安静 就跟静止了一样 突然呢就听见一声长长的尖锐的叫声 抬起头呢就看见那个女人从那个集装箱的门冲了出来 罩袍也给撕破了 完了那个乳房也露出来一个 一个老人啊赶紧上去要帮助他把自己把那个身体遮盖一下 这时候呢 这个民兵就从这个集装箱里边探出头来了 说我叫你趴下 你听见没你这只老狗 说着他就向这个老人开了两枪 而另外一个民兵呢就追着把那个女的给抓了回去 直接扛在肩上抓了回去 然后呢又回到那个集装箱里边把门给关上了 从此啊开波开始只要是每次必须出门不得已啊 就开始策划怎么走怎么能够躲开这些人 反正不到万不得已他是坚决不再出门了 这个时候呢 对这个大多数这些农村的孩子们来说啊 上学已经根本不可能了 妇女也不在外出了 但是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抢劫杀戮强奸 在到处发生着 就连这个当时居住在喀布尔的一个阿富汗的历史学家 叫卡卡尔的 卡卡尔啊后来就说 他说成年人这时候不希望自己怀孩子 如果就是怀了孩子 他们也祈求真主 能够赐给他们一个长得丑丑的孩子 好我们下期接着讲下期见 我先说的这些农村 我先说是来说 我先说啊 我们下期见 有一个更新的孩子 我先说是来说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